四年级的同学,你们好,我是Teacher Go 今天又是我们的华文每月十字 今天会讲解的范围是单元二,生活之旅,第十课,宽大为怀 所以请将你们四年级华文课本拿出来,并且翻开第七十页 所以今天的范围会在课文的七十到七十三页 记得打开课本哦 那今天主要是会将课文内容先讲解一遍 并且将比较难的词汇解释 再进行延伸它的近义词和反义词 那么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 那这课的题目是宽大为怀 我们先来讲解宽大为怀的意思是什么 宽大为怀是作为一个成语 只对人抱着宽大的胸怀 又或者形容心胸开阔 人气量大,能容人 也就是说你的毒量很大,气量很大 不会轻易的去怪罪或者是生气别人 就算别人做了错事 你还是能宽恕他,原谅他 不会去斤斤计较 我们叫做宽大为怀 那它的近义词呢 就有宽宏大量,手下留情,过达大度 反义词呢,就有数度积长 斤斤计较,知诸必较 那么我们来进一步看他们的意思 宽宏大量呢,就是形容人 度量大,心胸开阔,能容人 或者是事 对人和事呢,抱着宽大的胸怀去对待 所以就和刚才的很相似 刚才的意思很相似 也就是说,你抱着一种很宽恕的态度 去面对别人 那么别人做错事呢 你也不会去恨他 不原谅他,生气他 那手下留情呢 意为下手的时候留点情面 比喻处理事情不要太苛刻 也就是你对人对事都好 你做东西没有讲说做到很绝 或者是因你的情感而已去处理事情 而是你抱着一个很宽宏大量的心态 来去做事情 那么获达大度呢 就是形容人,宽宏开通,能容人 所以这三个意思呢 都和刚才的宽大为怀的意思 非常非常的相近 所以不管你用哪一个成语 都可以表达了他宽恕别人 有很大补量意思的 那我们来看他的反义词 数度即长 比喻气量狭小 只考虑小事 不顾大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语 数度 老鼠的肚子和鸡的肠 是不是都是非常的小呢 相对于其他的动物的肚子和肠 所以这里呢 其实他就是拿来比喻 讲说他们的气量很小 我们也可以讲说是很小气 而且呢 只是考虑到小事 只看眼前的东西 并没有考虑到后果 或者是考虑到以后会发生的事情 叫做不顾大体 那斤斤计较 就是过分计较微小的利益 或琐碎的事情 琐碎的事情 斤斤就是过分注重 也就是说 一分一毛 你也要看重 一点点小事 你也要非常的严肃的去看待它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过分计较了 那对于过分计较呢 别人是非常的不喜欢的 觉得你没有毒量 没有大气 没有慷慨 蜘蛛必较 很少的钱 或极小的事情 都要计较 形容非常认真 或非常小气 那么这里就是讲说 跟斤斤计较有点像 就是一点点事情 你都要计较 谁比较多 谁比较少 你也可以讲它非常认真 但是讲的不好听 就是它非常的小气 那么我们正式来看课文 这几天 子晴放学回家的时候 一下校车 就看见邻居红色的轿车 躺在家门前 他气呼呼的进屋 向妈妈投诉 隔壁的车 又挡在我们家门前了 爸爸一早开车去上班 这个时候不会回来 没关系 子晴可不认为 这是一桩小事 我进屋的时候 不能把门完全的打开 他妨碍了我 子晴放学回家的好心情 都被那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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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那辆车绑在门外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页 第一页呢 他的主角就是子晴 是一位正在上学的学生 那么这个子晴回到家的时候 他就看到 邻居就是个地家 有一辆红色的车 绑在他的家门前 那么红色的轿车 我们来看一看轿车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轿车 名词 旧时供人乘坐的车厢 外套着锥子的处理车 也就是说 以前交通工具 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只要有畜生 拉着车 供人家坐 不管是牛车 马车都好 那么这些车呢 我们就叫做轿车 是很珍贵的 因为在以前的时候 是很少人 可以坐得起这种车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讲说是 供人乘坐的 较为高级舒服的 有车顶和座位的汽车 也就是平时 爸爸妈妈载我们 到学校接我们放学的车 有一些人也会叫它 私家车 不管是大型的或小型的 只要是私人拥有的 这一辆车 而且是有车顶有座位的汽车呢 我们现在都称之为轿车 那在我们放学的巴士 货车这些 我们不可以称为轿车 轿车呢 通常是指私人拥有的 就是自己买的一辆车 而且不是用来工作使用 或者是载人的 那么例句呢 就是 公司准备今年推出一种 新型家庭轿车 所以我们可以 在造句里面 加入轿车 来代替汽车 会更加的好听 那么这个词汇呢 也显得比较高级 那么我们来看 气呼呼 气呼呼 形容词 生气时喘出气的样子 形容非常生气 愤怒的样子 也就是说你很生气 非常生气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形容为 气呼呼 例句就有 张继武气呼呼的说道 难不成你还来应的 也就是说 他很生气的讲 难道你还要来吗 来应的 谁怕谁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 在造句的时候 将生气 换成气呼呼 有一些变化 那气呼呼 它的经义词 就有气冲冲 气鼓鼓 怒冲冲 这些都可以代替为 气呼呼 那么这个子晴呢 他很生气的 进屋子向妈妈投诉 说个币家的车 又挡在他的家门前 那什么是挡呢 挡 动词 意思是阻拦 或者是抵抗 也或者是遮蔽 就是遮掉了你的视线 或者是遮掉了某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挡 那它的例句呢 就有 恐怕你的汽车挡不到了 也就是说 你的车已经挡到别人了 阻碍交通了 挡 也可以构为很多词语 那这里呢 就可以构成几个词语 阻挡 蓝挡 遮挡 挡路 挡寒 或者是挡箭牌 那么可能你们比较少见的呢 就是挡寒 对吧 挡寒的意思说呢 就是可以抵御寒冷 就是防寒 不会让你再这么寒冷 我们可以讲说 挡寒 比如说 这件羽绒衣是可以挡寒的 也就是说 这件羽毛的衣服 只能 让你不再寒冷 可以帮你抵挡寒冷的 那它的妈妈就回答子晴说 爸爸已经去做工了 这个时候不会回来 所以是没关系的 可是子晴 却认为 这不是小事情 他说 他进屋的时候 篱笆门都不能完全打开 他妨碍了我 那辆车已经阻碍了我 所以 子晴放学回家 本来是很好心情的 现在已经变得不好心情了 那么我们来看 一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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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 它可以作为量词使用 相对于一桑 相对于一件的用法 例如一桑 托尼格普发现了一桑怪事 所以如果我们换成一件怪事 也是可以 因为这个一桑呢 它就是一件的用法 那么有一桑什么呢 一桑案件 一桑生意 一桑怪事 一桑去世 或一桑勾档 勾档就是做不好的东西 所以都可以使用一桑 妨碍 妨碍 动词 指干扰 阻碍 使事情不能顺利进行 又或者是 拦档 使不能顺利前进 或发展 也就是说 不管你在行走的时候 有东西阻挡你 或者是你在进行一样事情的时候 有某些因素 让你必须中断 放下你的事情 这些我们都叫做 妨碍 比如说 请你不要大声说话 以免妨碍别人学习 也就是说 别人在学习的时候 你突然间大声讲话 别人会因为 转头去看你 而停下了他的学习 中断了他的学习 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 妨碍 妨碍的敬意词呢 就有阻碍和干扰 同样的就是 会影响到别人 反习词呢 就有顺利或顺畅 就是没有东西 去令你放下 或中断你的事情 叫顺利 或者是顺畅 我们来到第二面 妈妈好言相劝 告诉子晴 凡事宽容看待 自己才会有好心情 一点也没错 为什么要为 区区小事生气呢 只不过在开门进屋的时候 小心一点而已 吃过午饭 子晴的气消了 接受了妈妈的劝导 次日 子晴放学回家时 下起了轻盆大雨 陈叔叔的车 依然躺在子晴的家门前 子晴撑着闪 寸步难移 他原本想要放声叫妈妈 妈妈 门太窄了 你快来替我提书包 可是 他转念想起妈妈的叮咛 就把嘴边的话吞回肚子 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妈妈劝告子晴 不要那么生气 有什么事情 也要宽容看待 自己才会有好心情 那么 吃完午饭的子晴呢 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气消了 所以也把妈妈的话 听进去了 次日就是第二天 第二天子晴同样放学回家 可是这个时候呢 就下大雨 陈叔叔的车 依然躺在他的家面前 那么子晴拿着伞 觉得很难进家里 他就要叫妈妈 来帮他拿书包 可是 他还没有叫的时候呢 他就 想到妈妈的 丁宁 凡事要宽容看待 所以他就把嘴边的话 就是要讲出来的话 又收回去了 那么我们来看 好言相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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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 用动听的语言 劝对方 或者是善意 劝导 也就是说 你好好的 劝他 好好的跟他 讲道理 比如说 经过姐姐的一页 好言相劝 他终于 展开了 就是可能姐姐 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一直劝他 用道理去开化他 去感悟他 令他知道 他 哪里 觉得 看不开的地方 他可以想通 我们好言相劝 你偏不听 出什么差错 你自己负责 也就是说 他好好的跟他讲 可是他不要听 有什么出差错 他自己负责 那么我们来看 他的静一词 好言相劝的静一词 有和颜悦色 温柔的脸色 喜悦的表情 颜色 就是脸色 表情等等 形容和蔼可亲 也就是说 他的脸上并没有 好像很生气 不高兴 一直都是那么的笑着 很温和 所以别人很喜欢靠近他 因为看起来 他好像很nice一样 好像一直都保持微笑 一直都很开心 我们叫和颜悦色 宽与温言 指诚恳而温和的言词 就是您所讲出来的话呢 是很诚恳很真心的 而且呢 是很温柔的 不会带一些有次的话 忠告善道 真诚劝告 善意引导 也就是说 真心诚意的劝告你 是为了你好 而且呢 用一些道理啊 好听的话来 开导你 叫做忠告善道 那何言 他的翻译词呢 就有 己言利色 急速 说话急躁 脸色严厉 形容对人发怒 说话时的神情 那这个呢 就和好言相圈 是完全相反的 这里讲说呢 说话很快 很急躁 而且他的脸色 是很严肃的 没有一丝丝的笑容 就是对人家发脾气 说话的那个表情 我们叫己言利色 和好言相圈 是完全相反 声色俱立 说话时 声音和脸色 都很严厉 利就是严厉的意思 所以呢 这里就是和好言相圈 也是完全相反 他很粗鲁的 很严肃的跟你讲话 连他的表情 神情 脸色 都非常的严肃 没有效的 粗言不逊 说话鲁莽 没礼貌 不顺从 他人心愿 就是说 你出口就得罪人 出口就讲不好听的话 很没有礼貌 而且呢 别人要什么 你也会顶回他 别人说你什么 你都顶撞回他 叫出言不逊 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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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 宽大有气量 不计较或追究 凡 凡贩子 做人 做事 有 赌量 不斤斤计较 那么这个和宽大为怀 其实是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 你很容易的 去原谅别人 人家做一点点事情 你也不会 看不顺眼 例句 宽容别人 你的朋友 会越来越多 就是说 只要 你去宽恕的对待别人 宽容的对待别人 你将会拥有更多的朋友 那他的经义词呢 就有宽厚 包容 或者是优容 反义词 就有计较 假矮 刻薄 都是不好 假矮的意思呢 就是你心胸很窄 容不下一个沙子 别人做一个动作 你也要看不顺眼 别人做一件事情 你也觉得 看不过眼 刻薄的意思呢 就是你对待别人 和对待自己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待别人很不好 可是你对待自己很好 而且呢 会对别人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 我们叫做刻薄 区区 小事 成语 形容很小 很少的小事 只不值一提的事 就是说呢 一点点 东西而已 不足为道的 例句 冷静些 没有必要为如此 区区小事 而大动干火 就是叫你冷静 这个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很容易解决 也不需要 放在心上 所以不需要 大动干火 就是很生气的意思 那它的反义词呢 就有非同小可 指情况严重 或事情重要 不能轻视 那么这个呢 就不是区区小事的 就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很严重的事情 一定要马上处理 或马上解决它 叫非同小可 劝导 劝导 动词 好言相劝 使改正想法或错误 以道理启发劝导 也就是说 跟劝告 其实是差不多意思 就是你要说道理 给他听 然后引导他去对的方向 不要再让他一个人 想错的方向 自己在那边发脾气或伤心 所以我们要开导他 例句 经过同志们再三劝导 他终于想通了 他的经义词呢 就有开导 启发 引导或诱导 都是一些 讲道理 然后引导他去对的方向的一些动作 跟劝导 是有同样意思 反义词呢 就有责骂或呵斥 就是 没有查清楚 就骂别人 或者是你责怪他 骂他 跟劝导 是不一样的意思 轻盆大雨 轻盆大雨 吃成雨 形容呢 雨大的像盆里面的水 一直往下倒 形容雨大是极 雨极大 就是好像有一个人 装了一盆水 倒下去的那种速度 就是说 雨下的下的非常大 而且雨点呢 是非常的大颗 就好像这样 例句 看这阴暗的天 或许要下一场 轻盆大雨了 我去提醒妈妈 收衣服 今天早上 还阳光明媚 下午 居然下起了 轻盆大雨 阳光明媚的意思就是 太阳 很大 很好 那轻盆大雨呢 跟它有一样意思的呢 就有大雨如注 意思是形容雨下得非常大 雨水往下灌溼的 就是好像 同样的 好像别人 泼了一盆水 那个速度 那么多 那么快 大雨 雨横陀 雨大而多的样子 形容雨下得很大 狂风暴雨 指大风大雨 亦比喻猛烈的声势 或处境嫌恶 那么狂风暴雨呢 通常我们是指 下大雨的同时 又打雷啊 刮风啊 就是很恐怖的 但是呢 也可以作为 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猛烈的声势 那它的反义词 就有细语 飞飞 形容雨 顺茂 绵绵细语 就是它的语点 不会讲说很大壳 可是有一点绵密的 就是很 它的密度是很 很密的 毛毛细语 直语下得小 而且下个不停 形容雨水的温柔 细小 青 像丝的滑落 连连不断的小雨 也就是说 雨 就好像针一样 一线一线一线的掉下来 可是雨 低呢 不会很大颗 可是很绵密 所以这三个 所以这三个都是一样的意思 不管你写哪一个都可以 仍然 那仍然呢 是作为副词所使用 表示情况持续不变或恢复原状 也就是说过了一阵子 她还是那样 没有变到或者是没有动到 我们都叫做仍然 比如说 奶奶 奶奶 两边的头发都白了 可见她仍然荣光焕发 也就是说 奶奶虽然两边的头发都白了 可是她依然一样荣光焕发 就是依然一样的那么美丽动人 她在跑最后一圈时 仍然尽头很足 就是她在跑最后一绕的时候 她还是跟刚开始的那一样 那么有冲劲 所以仍然呢 就是还是一样的意思 那她的经义词呢 就有依旧 依然 如故 造就 也就是同样的意思 还是一样 寸步难移 那寸步难移是作为成语所使用 连移步都很难移动 形容走路很困难 也比喻处境很艰难 比如说 旅行时带着两个孩子 和一个沉重的手提带 正是寸步难行 就是说 它两边身旁都有东西 非常难移动 寸是作为一个测量的单位 所以寸步就是连一步 都很难去移动 那么另外一个例句呢 就有不幸的是 马路上增加的车辆 把道路股的水泄不通 交通变得如此拥堵 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寸步难移 就是讲说 马路上的车 非常多 多到水泄不通 就是完全的不能走动 所有的人都不能行走 叫做寸步难移 走前也不是 走后也不是 叮鸣 叮鸣 是动词 意思是呢 反复 走步 或者是 重复 交代 就是说 一字一字的提醒你 告诉你 就是为你好的意思 那么 例句呢 临行前 妈妈再三叮鸣 到了那儿 一定要尝写信来 就是一字一字 反复的提醒他 交代他 你到了那边 一定要马上写信回来 那他的敬意词呢 就有吩咐 叮嘱 交代 嘱咐 或嘱托 同样的意思 就是一直反复的去提醒他 所以这些词汇呢 不管你用哪一个 你使用哪一个去代替他 都是可以的 同学们 又是我们的 喝水 时间 所以呢 可以喝一杯水 稍作 休息 喝完水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回来 观看这个影片 同学们 欢迎回来 喝完水 休息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砸下我们的眼睛 然后继续观看这个影片 接着呢 我们看另外一面 他缝起书包 脚心溢溢的收金缩骨 从窄小的门 散进屋 门没有刮花成书属的车 可是 他的鞋袜湿了 书包也湿了 子晴狼背不堪 心情也乱成一锅粥 这天 妈妈和子晴 吃过晚饭 到户外散步 妈妈喜滋滋的 对子晴说 今天早上 我看见 陈叔叔 陈奶奶出门 他拜托我 向你说几句话 子晴被妈妈的话 搞糊涂了 平时 陈奶奶很独立 自个儿骑摩托车 上菜室买菜 妈妈说 两个星期前 陈奶奶跌倒了 跌伤了 行动不方便 出院后 他便需要天天到医院 进行物理治疗 为了方便陈奶奶上下车 陈叔叔便把车 搏到家门前 车头还挡住了我们家的门 昨天 他从屋里看见你狼狈入屋 你虽然撑着伞 却为了不让门刮花他的车 而把自己弄湿 他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说要特地登门向你道歉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 下雨的时候 子晴很小心地进屋 没有刮花 陈叔叔的车 可是 就是因为这样 他的鞋呀 书包 全都是了 非常的狼狈 同样的 他心情也是非常的不好 那么 这一天呢 当他们吃完晚饭 在散步的时候 子晴的妈妈就对他说 今天早上 他看见陈叔叔 扶着陈奶奶出去 陈叔叔要我 跟你讲几句话 那么子晴呢 就觉得很奇怪 陈奶奶平时不是很独立的吗 自己一个人 坐摩托车到巴萨买菜 可是妈妈说 两个星期前 陈奶奶已经跌倒了 受伤了 所以他行动 不方便 出院以后呢 他要天天到医院去做物理治疗 所以需要陈叔叔 带陈奶奶去 而且为了让陈奶奶方便上下车呢 他就把车停在家门前 因此挡住了子晴的家的门 所以昨天 子晴放学回来的时候 那么狼狈的一面 被陈叔叔看到了 他觉得很过意不去 想要跟子晴道歉 那么我们这里来看 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呢 作为成语 原形容 严肃前进的样子 现用来形容 严行举动 十分谨慎 丝毫不敢疏忽大意 也就是说 非常非常的小心 叫做小心翼翼 比如 我小心翼翼的关上了门 生怕吵醒正在睡觉的妈妈 晚上爸爸妈妈都睡觉了 我小心翼翼的 去客厅 客厅拿饮料回房间的 就是非常非常小心的意思 狼狈不堪 狼狈不堪也是一个成语 是窘迫 而不能忍受 形容疲惫 窘迫的样子 那么这里就是说呢 情况太糟糕了 糟糕的你 应付的很累 很疲倦 比如说 你东西 拿的太多太多了 一个人拿不完 而东西掉满地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叫做 狼狈不堪 例句 没想到 没想到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出洋相 使他感到狼狈不堪 也就是说 在大庭广众之下 他出丑 所以他感觉到不懂了怎么办 感觉到自己好像很倒霉一样 游击队出其不意的攻击 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 那么这里呢 就是讲说 被受人家的攻击 然后呢 你却不能做什么的时候 这种情况 我们也可以叫做 狼狈不堪 那狼狈不堪 他的经义词 就有惊慌失措 由于惊慌 一下子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是太突然的发生 你不懂怎样应对 手足无措 手脚不知道放哪儿好 形容举动慌张 或无法应付 所以跟刚才的惊慌失措 是同一个意思 丢盔弃甲 形容作战时 狼狈逃跑的样子 打得敌军丢盔弃甲 形容一败苦地 仓皇逃跑的狼狈相 也就是说 当你被人家追着来打的时候 那么你那个很狼狈的样子 就叫做丢盔弃甲 所以跟狼狈不堪 有相近的意思 那他的反译词呢 他的反译词就有从容不破 意思就是不慌不忙 沉着镇定 慢调思理 原子说话做事有调有理 不慌不忙 现在也形容说话做事慢腾腾的 就是慢慢来的 没关系 镇定自若 意思是指在情况紧急时 不慌不乱 当作没有什么事情似的 也只镇定 就是当你遇到了 就是当你遇到了紧急的事情呢 你也不会显得很慌张 很冷静的去面对 就叫做镇定自若 洗滋滋滋 洗滋滋呢 是形容词 形容内心很喜悦 很欢喜的样子 那么比如说 他心里洗滋滋的 脸上带着动人的微笑 像之格子式的无助的点头 就是非常的高兴的意思 那洗滋滋呢 也可以用乐滔滔 乐滋滋 喜洋洋来去代替 反义词呢 就有刚才我们所说过的 气冲冲 气鼓鼓 怒冲冲 就是生气 高兴的反义词 搞糊涂 那么糊涂呢 我们这里是念轻声的 糊涂 是形容词 形容人脑子不灵活 犯傻 分辨不了是非等等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也可以叫糊涂 也可以叫犯糊涂 不明事理 对事物的认识模糊或混乱 比如说 他这一说 凡把我弄糊涂了 他遇到数学问题 就糊涂 就是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平时所说的 blur blur了 那他进一词呢 就有模糊 懵懂 迷糊 反义词就是 明白 清醒清楚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独立 独立呢 是形容词 指不依赖别人的支持和帮助 不受他人的影响 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去做 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 我们就可以讲说 单独的站立也叫做独立 但是大部分呢 我们用独立来指说 你完全不要别人的帮忙 自己的力量来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叫独立 例就有 这些事是不能自己独立做的 就是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做的 你既然已经长大成人 就得学会独立生活 那他的进一词呢 就有单独 独立 或者是自立 这些词汇都是和独立一样 那反义词呢 就有依赖 攀附 或者是付属 就是你一定要 靠着别人 才可以去做完这个事情 或才可以生存的 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作为名词使用 那他的意思呢 就是利用 热、冷、水、光、电、按摩 运动或机械等物理方法 来刺激他的身体 消除他的疼痛 促进生理功能的医疗方法 也就是一种让你恢复 身体能 好像平时 功能那么一样行动的一种 医疗的方法 比如说 经过大家的劝导后 我已经开始做物理治疗了 那么物理治疗呢 就有分为很多种啦 比如说你脚受伤 你就可以专门的 做脚的物理治疗 那么你好像 双腿不能走路 也可以专门做 双腿走路的物理治疗 搏 那搏是作为动词使用 停放停留站住 比如说 我们的供应船就停搏在那儿 那停搏这的大船 在大浪中颠簸 那么所以 搏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英文的 Parking 不管是Parking船还是Parking车 我们都叫做搏 那搏呢 可以构词为搏船啊 搏位或者是停搏 我们最常用的呢 就是停搏 Parking 接着呢 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页 紫晴听了 脸颊一红 低下头为当初的抱怨 感到愧疚 觉得自己好幼稚啊 我见陈奶奶半边身体动弹不得 走起路来很是吃力 陈叔叔背了好大的功夫 才把陈奶奶补上车 妈妈心生怜你 陈叔叔也没有忘记要向你道谢 谢谢你的体谅 妈妈指着天边的夕阳说 看如今你的心就像这一片天空一样美丽 妈妈微笑的搂着紫晴 母女俩在暮设中构成一部温馨的美景 那这里就是说紫晴终于把 为什么陈叔叔停车在他家门前的原因弄清楚了 那么当他知道原因之后 他就觉得很愧疚 为什么之前要这样子怪这个陈叔叔呢 然后呢 他的妈妈就说 陈叔叔也没有忘记要向你说谢谢啊 谢谢你的体谅 然后呢 他就指着天边说 你看看你现在的心 多么的开阔 像这个天空一样 那么美丽 最后呢 妈妈就微笑的抱着紫晴 这两母女呢 就在夕阳下 变成一个很温馨的美化 那抱怨 抱怨 是动词 心中不满 数说别人的不对 或者是埋怨 把自己生活工作等事情的不顺利 都归因于他人 他五 做发生于不顺心的事 就是说 你把你所遇到的不快乐的事情 都坏坏到别人的身上 我们可以叫做抱怨 第一句 他抱怨说书籍价格提高了 他总抱怨自己得干很多活 就是向别人诉苦 讲说我啊 每天都要做很多工作 就把自己的不高兴 不顺心的东西都诉给别人听 那他的敬意词呢 就有埋怨 诉苦 怨言 牢骚 同样的就是 将你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都意义的告诉别人的意思 那他的反义词就有 谅解 感谢 或者是感激 这样你就再也不会抱怨 而是你很感恩的 过每一天 愧疚 愧疚 形容词 愧 惭愧不安 应有缺点 错误 或未能尽责 而感到不安 或羞耻 也就是讲说 你曾经犯的错 你现在才知道你错 而有的那一种 羞愧的感觉 那么愧疚呢 也是一种感觉来的 比如 我感到愧疚 让你一个人待的那么长时间 那么他就觉得自己好像犯错了 让他一个人 做了 一个人待的那么长时间 他会感到一些不好意思的感觉 我对于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 感到愧疚 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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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形容词使用 形容经验不足 或头脑简单 或者是本子 为系统接受教育的小朋友 思想天真无邪 简单不复杂 说话总是很直接 所以幼稚呢 通常是拿来形容 好像小朋友的行为一样 为什么你那么幼稚 就是为什么你 做的行为很像小朋友才会做的行为 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小朋友的行为 那例句呢 就有你真幼稚 竟然相信那个 就是你怎么好像小朋友一样 这样你都相信 可是我们天真幼稚 我们受蒙骗啦 就是我们没有想的那么复杂 想的很简单 所以我们现在受骗啦 心深怜悯 作为成语使用 是指心中表现出同情的感觉 或者是对遭遇不幸的人 表示同情 就是讲他很可怜 或许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他 和同情他 那么怜悯呢 也是一种你同情别人的感觉 他得知 白有这么一段心酸的经历 心深怜悯 就是他知道别人的辛苦的地方 他就觉得很同情那个人 看到街边行起的老人 小华心中升起一股怜悯之心 那么怜悯就是可怜他 同情他的意思 所以他同样意思的呢 就有可怜 怜惜 和同情 搂 搂呢 是动词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抱 用手或工具把东西向自己面前聚集 就是抱他进来你的怀里 两臂和抱 用手臂拢着 就好像这样 或者是这样 例句就由他温柔的搂住儿子 或者 陈叔搂了一捆柴火 到屋后打算起火烧饭 木色 木色呢 是名词 指的是傍晚逐渐暗下来的天色 我们也可以讲说 夕阳下山的那个时刻 我们就叫做木色 那立即就有木色降临 月亮已经高高的悬在空中 就是已经太阳下山了 月亮高高的挂起来了 同学们 那我们的华文每月十字就在这里结束了 所以你们对第十课的宽大为怀的课文内容 都有了解吗 那些比较深的词汇都有记得了吗 有什么问题 同样可以在底下留言 老师看到了就会尽快回复你们哦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